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视频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视频道连见 今天给大家带来 前锋日记的第三章 上一期前锋在看猪猪的时候 偶然听到魔术师和佣斌的对话 因此他想要弄清楚 魔术师到底是什么身份 住在哪一个房间 桌子上有一张新的卡片 魔术师并没有安排在野人之前的房间 那么说明魔术师可能不是来代替野人的 而是一起来参加游戏的 于是前锋决定再去看野人的房间 一切正常 前锋在这里找到一个球 这个球我看着很野熟 是之前花园青蛙压着的那个金球吧 走走把这个球放回去 青蛙的嘴巴张开了 里面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欢迎于12月19日参加狩猎游戏 根据日记的开头我们可以知道 前锋日记第三章线的时间是12月7日 那么也就是说真正的游戏 还要再等12天才开始 纸条的背面画着三组人物 还写着一行字 时间至关重要 其实当然对这三组人物倒是挺感兴趣的 如果说高的代表监管 矮的代表求生者 那么这狩猎游戏有点像是黑杰克模式 那么这样以来 魔术师没有代替野人的巨星也就说得通了 不过从图片上面来看 这个模式有可能是三人模式的黑杰克 所以说12月19日开始的游戏 极有可能是三人黑杰克模式 中原内现在一共有五个人 逃跑了一个野人还剩下最后四个人 那么也就是说除掉野人之外 还有一个人可能会遇难 第二个线索是时间至关重要 那我们去看一下双云内所有的时钟吧 大厅的时钟停在了2.05分 餐厅的时钟停在了1.20分 野人房间里的时钟停在了5.15分 看完就让我去开启雕像上的机关 难不成时钟上的时间是曾经的线索 呃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刚刚的时间是多少 餐厅是1.20大厅是2.05 房间是5.15分 所以要怎么开始谈呢 难道是2512515 不对 那是1251525 啊不对不对 密码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的 哦那到底是什么呢 难道前面是琴弦的编码 后面是次数吗 应该不会这么麻烦吧 哦我知道了 庄园内的时钟都是老式时钟 一开始呢 就被字幕提示的时间给误导了 时钟上标注的字符和琴弦上的字不是一样的 那么1.20分真正上代表的意思应该是罗马数字1跟4 2.05分代表的意思是1和2 5.15分代表的意思是5和3 那么真正的密码应该是142153 嘿嘿果然是对的 哎又有一张纸条 好奇杀死猫 还有我们都知道日记试员写下的记录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可能要等到看第四章才能知道了 最后前锋也表达了对卡片的疑惑 日记不就是每日的记录吗 相信在第四章应该会点名 到底出现的 更多内容敬请期待 您侦探导演推理系列 前锋日记第四章 跟来溜啦 你侦探导演推理系列 你侦探导演推理系列